记者林星汉基隆报道,基隆市暖暖驱八独离水源路二项台六十二线万瑞快速道路旁一处三角公园长期遭人烂丢垃圾击匪器物,当地民众除了担心造成脏乱及治安死角,由于该处离水源重地不远,居民也忧心会污染水汁,对此环保局表示将不定期击查,也呼吁民众发挥公德心,爱护环境整洁。 当地八独离长蔡玉冰指出,该三角公园常见许多酒瓶,垃圾被丢弃在植栽周边,造劲也被人恶意毁损,会定期找志工协助清理环境,但现在杂草已经尝到壁人还高,公园的入口也被掩盖看不见,还曾有长辈前往散不时不慎跌倒。 立委蔡适应服务处主任林明志今天邀相关单位献刊,主管机关公路总局第一区养护工程处,基隆公务段表示,会修剪杂乱之灾,避免过高影响用路人视线。 环保局也表示,会不定期击查遏止随意倾倒废弃物。